其实我来到这里 能收获的已经收获很多 我非常感谢这么多时间 一线的编导 有时候两点钟编导 都会来看我们画画 这点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 最近就是节目播了嘛 我周围的人也经常会聊 他说 哎呀 龚旭 你这个情绪也不用太大 或者干嘛的 我说其实也没什么情绪 然后呢 说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哎呀 会有流量的 会有干嘛的 然后我想在这里说 艺术家追求流量 赶紧转行吧 很多行业流量比艺术家大多了 好 谢谢大家